好 可以 这份计划没问题 今天晚上啊 咱们就按这份计划行动 行 签字 我有一个想法啊 咱们这个行动计划 可以先不用报上去吧 不报 今天晚上就行动了 你现在不报你想什么时候报 我也没想好呢 明天报或者今天晚上再说 这可是军事行动 动兵动装备的 你怎么能事先不请事不报告呢 不是 咱们不是专业化蓝军吗 咱就得办点专业化的事啊 对抗演习的时候你怎么玩都行 可现在是日常生活 弄得这么翻天覆地的 连手掌都不知道行吗 你先别着急呢 你先坐下 你先坐下 我跟你说 警钟行动演习这个通知 是不是陆军首长已经发给各单位了 是 各单位不是没有准备啊 再说了 这种小打小闹 就不用惊动首长了 而且你们知道 那些问题是谁发现的吗 就是我们信息情报中心在搞网络侦查时候发现的呀 我跟你说啊 发现的问题不仅限于网络 很多具体单位还有很多安全问题 安全问题 不是 这谁发现的 军委检查组暗访的时候他们发现的 这次他们检查的对象 是八个军级大单位 四十个旅级单位 七所军事院校 三所野战医院和总医院 他们是瞪着眼睛查问题揪短板 明白了 不过其实我们这个方案 动静并不大 也就十分钟就结束了 我们要想玩得漂亮 玩得有效果 就得突出它的突然性 偶然性还有突发性 万一在上报的过程中 每个环节泄密了 那我们这个计划就白做了呀 没错 这个具体的行动计划 沈君参谋的 最好事先不知道 我觉得还是得报 连首长都不知道 将来追究起责任来了 咱们这个刚成立的山报率 能承担得了吗 万一哪级首长火了 给我们告一状 说撤了 咱就白折腾了 好事先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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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事先来说